他的加分本来也没那么多 我的当时考学的时候裸分基本上也够了 所以就这个不会说他们成绩都很好 然后我成绩差很多 就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的感受就是说 这些人怎么他什么都扭 他什么都能做的不错 比如这人他本来就挺学霸的 我省了一转 然后发现他音乐玩的还不错 但音乐也许没有我玩的这么转 但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了 觉得到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多这么聪明的人 我本来以为这种人就是少数存在的 我不会碰到 然后你碰到真的碰到了 这个东西会比较震惊 你在中学的时候考一张卷子 看谁考分高 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一个个体和另外一个个体之间的PK 但是你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里边 半开放的这种半社会半校园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会发现是你加上你的家庭背景 你的家族背景和另外一个人加上他的家族背景之间的这样的一个PK 那这个时候你的无力感有时候会很强 因为这个量级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你发现你是99分的课程成绩 它是98分你比它强一点 但是它后边有一万分的家族加成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会有一个阶段觉得你的个人努力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 因为这个事情曾经在一段时间会让我感觉比较绝望和痛苦 对我能明白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你在那个游泳池里边你能见到真正的鲨鱼嘛 对吧 你如果这个池子里边我不是个鳄鱼 我起码是个什么食人鱼啊 这已经牙齿已经很锋利 啊家在北京啊 你你不用愁 你不行你你你住在家里面 你还没有房子的问题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那个量级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人是没有事业的 大部分人也没什么梦想 原来老有一个话说 北上广的房价压垮了年轻人的梦想 然后然后我开玩笑接了后半句 但所幸大部分北上广青年也不太明白什么是梦想 他的梦想可能就是有套房子 就你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是靠有两方面收获 一部分是这个事情以外带来的 这个外部的经济回报 比如我做这事是挣钱的 我做这件事带来收获地位 我做这件事情能够换到更多的资源 一部分是这件事情 本身给你的那个自我感动 自我感的良好 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 我是这个身份的时候 我是喜欢我自己的 这是两部分 大部分人从事一个工作 可能为了刚才前面说的 我做这个事情糊口嘛 对吧 一份工作而已 然后晚上我看看电影 让我吃个好菜 我一年去旅游游 对我来说 为什么说我勤奋 因为我没拿这个事当做工作 就是他们会说说 你为什么九点钟下了课 然后回家还能再去写公众号 去写谱子 因为我说这事跟我对 对于我来说跟玩一样 我觉得就我无非是再玩了两个小时 然后就是人家催着我 我才会去睡觉 而不是说我想能不能早点下班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状态 大部分人不会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 我感觉就是比如说 当我们成为一个所谓的有粉丝 然后有人喜欢你的时候 他不是说你心拉得多好 而是因为他太喜欢你这样的状态了 就大部分人我觉得 他们没有什么理念 没有什么信念 没有什么爱好 也没有什么理想 就是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人做事 充满信念 爱好 理想 激情的时候 他就会喜欢这个人 通过我看着你的样子 我就开心 我就觉得我的枯萎的心灵得到自然 我们身边的大部分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马拉多纳这样 一个球星今天刚刚去世 是吧 多少人是因为我喜欢足球 喜欢的不行了 我想从你身上学会了足球的技巧 不是 我就是看到一个人如此热爱 投入到自己的世界上 这件事情本身就感动 可比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只要坚持好你自己理想 然后真诚的对待这件事情 这个就行了 读大学是在北京大学 我的本科四年和研究生两年 都是在那读过的 中间的这个衔接 还是靠这个音乐的特长 因为就是相当于 我在这个学校的乐团里边供职 然后他觉得这个学生拉的挺好的 我希望你能再 这个给学校乐团服务来 因为我当时乐团的团长 组织协调日常这些工作 也是我负责 觉得用着挺得力的嘛 你就再给我们搞两年嘛 就帮我保送到了这个研究生 接着读 这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教了几年勤了 我觉得好像教育这个方向 比较适合我 所以我就转了一个专业 我本科学的是政治和经济 研究生转到了教育学院 开始学教育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在一些小学里边 给他们带课 大概是这样 然后到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牵扯到一个 职业发展规划选择的 这个关头了 当时就有点没太想清楚 然后我们老师说 那不如你就留校工作几年 一方面你没有离开大的教育口 然后另外一方面 这是一个公家单位 如果你以后有其他的 比如说在体制内发展的想法的话 这个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同时呢 这个工作不会太忙 不占用你的晚上的下班时间 不占用你的周六日 你还要还假 所以相当于你留给学生的那个时间 依然是空着的 你可以接着干你以前干的事 所以相当于在那三年的时间 我是14年到17年留校工作 我白天是给一个院长当秘书 给他写稿子呀 安排行程啊 包括做一些外事接待 然后呢 晚上是教课 所以相当于当时是一个 斜杠青年吧 斜着斜着最最后 斜到这个杠的完全的这边来了 就纯粹干了这个以前的兼职的工作 大概是这样 对于我来说这个事情的追求 除了这个收入方面 更多的可能里边有我一些理念性的东西 我想传播的是理念 就是借助一个很具体的一门手艺 演奏一个乐器 把我的关于音乐 关于美丽的一些理念传递出去 是这样 就是说音乐教育对一个人来说是重要 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人 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尖刻的观点 就是说 我 比如说如果说我跟一个没有学过音乐 或者不了解音乐的家长来聊这个事情 就是我问你什么叫音乐教育 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就学个乐器 学个唱歌 认识谱子 叫音乐教育 就是我们可能混淆了音乐手艺 和学音乐之间的这个差别 比如说我会拨弄两下这个乐器 或者甚至我能弄得很好 我在这件事情上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 我通过拉着一首琴 我能养活自己 这个是音乐教育 它可能是广义音乐教育里边的一小部分 在我更多看来 这可能属于手艺 手指奥林匹克 手指跑得很快 获奖比赛 更多的其实它是对于一个人的塑造和培养 在这个过程中 首先它对这个性格的磨练 然后它对于这种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的提升 更关键的可能是说 让人能够逐渐分辨一些微小的细节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能够过得快乐 然后能把自己的时间 占满起来 就是人的不快乐 大部分来自于你的时间没有占满 你每天必须所做的事情是有限 你忙也是有限的 然后你闲下来就开始蛋疼 但是如果音乐这种东西 就会让你学习这个东西 会让你的观察很多东西 哪怕比如说这个房子 可能外边的阳光 然后这个窗户里边照过来的影子 然后一片绿的叶子里面 有一片开始变黄 这种细小的东西 你看到它 然后你停下来照一张像 如果你的生活有更多的这样的细节的话 你学音乐就没白学 或者如果你学的不是音乐 你学的是诗歌文字 学的是美术摄影 你就没白学 因为这会让你变得更像一个人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说音乐教育是重要的 至于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 这个狭义的范围 说你学点音乐之后 你能多拉几个曲子 这个事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考名校对吧 然后拿到一份事业单位的工作 然后拿到一个高薪的offer 这种事情肯定就是这种父母喜欢看到的 所以就是当我开始做这个创业的时候 对他们的说服工作其实是困难的 你在北大读完书 然后你出来搞家教了 你教个琴 是吧 你好放着事业单位的 事业编制大学老师这种身份 你不要 然后人家一个公司 一个月给你开几万块钱 然后你待了一年 你就走了 你还想要点啥 对吧 你现在干这事 有人给你交社保 无限一金怎么搞 会有这个东西 但是就是说 我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说当父母的吧 其实就跟看孩子婚姻问题一样 就是我最终最终 我还是希望孩子能幸福 所以有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看到 我现在做事的样子 然后我做出一些成果 初见他们也就慢慢的认同 所以这个之间是有痛苦 有过变化的过程的 从小到大一直受益于这个乐器 带给我的这种实大实的好处 从这个点上讲 我非常感谢他了 已经非常感谢他了 因为他通过这种音乐以外的这种实惠的方法 帮助了我走了大概20年左右的路 找工作依然是因为我拉了一首好琴 然后领导对我留下了印象 然后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物型的工作 其实对于你的专业技能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谁能让这个招聘的人记住 其实你就成功了 他肯定带来这些实打实的好处 这是前25年 但是后来我逐渐发现就是说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我也不可能成为专业演作家 所以这个东西我可以不再去碰这个音乐 但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生活会比一般的人 在相同的物质条件下更幸福 那这个点在于就是说 我刚才说这些关注这些无用之物 然后让自己的时间充盈起来 然后让自己生活有趣起来 我更能逗自己玩 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我同学已经挣了多少钱 让他车买了多大 让他的房子有多好 就不太会考虑这个事情 关于艺术三生 如果说聊社会对他们的偏见的话 觉得这些人是很幸运的人 他在学习之余 在父母的远见着实之下 巧妙的选择了一个捷径 很简单的 他们就完成了这件事情 然后你看我们要早知道这样 我们让孩子小时候学个这个 说不定就也能如此这般 这可能是大家的一个想法 或者说我觉得这事 可能也会付出一些 就他们对于这个一些 可能不太知道的是多少 比如对于我来说 我从小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 就是说家里边大概是六点半吃饭 七点钟吃完 我负责刷碗 刷到七点半 七点半开始到九点半 两个小时是不许离开凳子的 是练琴的 作业早就写完了 所以就是我小时候 没看过什么电视剧 也没有什么玩啊 或者是游戏啊 什么然后到九点半的时候呢 我妈妈会过来给我求情 因为我拉琴 我爸会陪着我 他拉小弟琴的嘛 这是为什么我走的弯路少 旁边老有个高能的陪练陪着你啊 这个东西从大概五岁 持续到十八岁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付出的这个经济上的付出 不提了 时间上付出是这个样子 然后关键是就是 它是有机会成本的 你做了这件事情 你不能做其他事情了 大家说你得感谢你的父母 让你学了音乐 我想我学画画 我就当然更喜欢 让我学画画 可能我也能学的挺好的 对 但是你没有那个机会了 而且很多孩子 可能在小时候 可能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但对于我们来说 不存在这个可能性 我跟随时间最长的老师 是音乐学院的老专家 老教授 他是非常老的作牌 他刚开始学琴 第一次就是惊人介绍 我父母带着我去老师家上课 他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问我会不会骑自行车 第二个问我会不会游泳 这个不太相关 第三个问你愿不愿意搞专业 如果你想搞专业的话 你就别找我 但是就是以他的身份和地位 他其实最有利于 给自己学生找到好的出路的人 你如果想做专业这条路 你就别找我 老一代人有他们身上的那种 洁癖 就是说他不太喜欢 这种事情搞得太功利 或者说是老师帮学生 有所安排你 如果厉害 然后我觉得你吃这块料 我也许会建议你 如果你不是 或者说我觉得你有更好的发展 因为他一直在建议我说你把大提琴 做一个特长和爱好 然后你去一个综合性大学 所以我后来考北大 其实很长时间是因为我老师在说 你不要考专业学院 你不要考专业学院 大概到我18岁 真的该填报高考学院的时候 他跟我谈了一次 他说你想不想搞演奏这个专业 如果你想的话 你可能能在音乐学院里面 算是中等以上的这样一个学生 你绝对不是最好的 就是你没有那个天赋 这个事情就是天赋 就是很赤裸裸残酷 不是努力99%你没有那1%的天赋 就是没有 你如果做能做还行 但是我依然是不建议你 那我说那OK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对吧 我就去综合大学吧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 我也会很纠结 因为我想从事这个专业 然后就眼见着一些 比如说以前觉得拉琴 可能还不如我的人 竟然走了这条路 然后对 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甚至也在想 我如果再选一次 我可能会选中央音乐学院 然后在那好好学学琴 但转一圈下来之后 发现就是说 当你的阅读量更大更广 你的样本量 你接触的人更多样的话 你反过头来 再做音乐的时候 你处理的你心里边的东西 你对那些细枝末节的 那个把握会更敏锐更丰富 因为音乐这个东西 就是归根结底 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 或者一个人对另外一群 100个观众的影响 这个影响超越预言的 但是你这个人 首先得是个丰富的人 如果你这个人本身是单纯的 是空洞的 那么你手上技能再高强 你的影响能力 你的魅力也是有限的 比较喜欢有几个人 一个俄国的 是鲍罗丁 这个人是个音乐家 然后鞋盖化学家 而且他在化学方面的成就 是非常卓越的 可能不亚于他 在音乐上的成就 一个叫罗西尼 意大利的作学家 然后同时是个美食家 就是有一个菜的 罗西尼牛排 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 然后还有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意大利的作学家 叫马尔切洛 贝勒戴托马尔切洛 然后这个人是个治安官 我喜欢他们 是人 我觉得这个高级的头脑是通才 就是说只是我选择 我做什么样的道路而已 所以这个也是说 我刚才说 我后面的那个口袋 想挤出来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学音乐 你不应该是说 我别的干不了 不得不干这件事情 那OK也有一部分 我们称之为首艺人 就是你其他的干不了 你只能去搬砖了 然后你搬的这个砖 叫音乐的砖 OK这是一种 但是更多的人 就是说 你也许不需要在音乐创作 或者音乐演奏上 达到那么高的水平 但是从音乐里边 你足以汲取 让你丰富的养分 这样的人 我是我觉得 一个是值得培养的 我愿意培养的 而且我觉得这种人才是 面向未来的 面向世界的 是因为一种人才是 我愿意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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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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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